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白夜剧场 精品有声剧 长夜难鸣 第六章 来自领导的提示 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洞摆摆手 示意赵铁明坐下 掏出烟扔给他一只 自己也点上 脸上透出不可捉摸的表情 说要和赵铁明聊聊张超的事情 赵铁明看了眼高洞 心里开始猜测 高洞是公安厅主要领导里 唯一一个刑侦出身的 过去曾是全省公安系统文明的神探 赵铁明前些年在刑侦总队工作时 高洞是总队长 是他的老领导 不过后来 高洞当上了副厅长后 就不会参与具体案件的侦破工作了 顶多给一些所谓的理论指导和人事安排 对现在的高局来说 案子破了 自然是在公安厅领导的高度重视下 案子破不了 也怪不到他头上 尽管张超的事 新闻上闹得很大 但在高洞这种级别的领导眼里 依然只是小事一桩 无论最后是什么结果 只会成为领导训诫会上一句 吸取深刻经验教训 所以今天高洞找他来专门谈这案子 不由让他好奇 我们和法医反复确认得知尸检报告没有问题 被害人江阳在三月一日晚上被人勒死 张超也确实是在三月一日中午就坐飞机去了北京 直到二号早上回来 这期间的行程有足够证据支持 因此 人不是张超杀的 这点可以肯定 听说检方初步结论是刑警诱功 检察院嘛 他们法律是很精通 不过都是做办公室的读书人 不会站在我们的角度体谅实际工作 下诚刑警的审讯流程 在我看来没问题 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抛开口供 当初物证方面很完整 江阳是被绳子勒死的 绳子上留有张超的指纹和DNA 指甲里有大量张超的皮肤组织 张超脖子处也有相应的抓伤 典型的搏斗伤 唯独当时刑警根本没想到 张超那天去了北京 还和两个客户见过面 回头看 当初他配合刑警路口供 是故意设了个局 让他们在程序上对他诱供 有意思 定罪和犯案都证据练齐全 这案子很特别啊 现在这届政府在做司法改革 省力也平反了一些案子 不过都是过去物证漏洞百出 光靠口供谈的案子 像这样定罪三政齐全 犯案也三政齐全的 我是第一次见 值得研究 那既然人不是张超杀的 为什么他要认罪 法庭上他说是受到压力 才写下的认罪书 张超本人承认办案刑警 没有对他刑讯逼供 只是公安局的环境 给了他一种无形的压力 这理由很蹩脚啊 对呀 但他非要说 他因为心理恐惧写了认罪书 我们也没法反驳他 他是刑辩律师 口才相当好 比我们的审讯员还能说 现在已经连审了几天了 刑审员轮班换车来 可他经历出奇的好 整天对我们讲故事 谈人生 不管什么问题 他都能用别人听起来合理 但我们压根不信的理由 解释过去 而且各界都怀疑 警方刑讯逼供 监察人员也进驻看守所 多次找他了解情况 监察人员还觉得 他解释的合情合理 认为杀人与他无关 搞得我们对他的审问工作 很谨慎克制 相当被动 那你为什么不相信他说的呢 您没见过他跟刑审员的对答 心理素质不是一般的好 这心理素质 还能因为一种莫名的无形压力 被迫认罪 他一个刑辩律师 能不清楚认罪会有什么后果吗 下城刑警一开始就被他骗了 那时审问时 他表现得很老实 胆子很小 说话都结结巴巴 那像现在 每次提审 都像找到做演讲一样 自从翻案后 他就变了个人 依我看 这就是个局 那他为什么要设这个局 他一定是替人顶罪的 他在替真凶隐瞒真相 不对 我不认为他是在替真凶隐藏真相 而是 而是什么 没什么 我胡乱猜测 只会打乱你们的调查脚步 不过 我可以给你们提个建议 如果这一切 从头到尾都是张超故意设的局 那么他当初也一定想到 即便他翻案成功 警方也不会释放他 他在地铁站 谎称箱子里面有炸弹 这是实实在在的 妨碍公务和危害公共安全 既然他还要继续被关在看守所 那他自然也知道 警方一定会继续审问他 直到找出真相 他做了这么多 岂会没做好应对警方 后续审讯的准备 所以 你们从他身上是审不出结果的 你不妨换个方向 从江阳身上调查 据我所知 张超曾经是江阳的大学老师 江阳毕业后 两人依然保持联系 相识超过十年 江阳这样一个 有各种前科的行事人员 开口问张超借三十万 说要买房 张超当即就借了 江阳来行事散心 张超还提供他房子住 这两个人的关系 肯定不是一般的朋友 您是怀疑 怀疑他俩之间 有着某种不同寻常的 同性感情纠葛 我看电视剧看的不够多 想象力追不上你 你说的这种情况 有没有我不知道 我只是认为 你们从张超口中 问不出有用的东西 所以建议你们 直接查被害人江阳 这案子 你就把它当成 从来没有张超 这个人的存在 该怎么查 就怎么查 可这是 一起几个月前的命案 隔了这么久 如果按通常命案的 调查流程 如今再去询问 附近群众 采集线索 似乎不太现实 哎呀 赵队长 这又不是什么流窜犯 无意中犯下的命案 隔了几个月 无凭无据 没法查 这起命案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都是一起特定 有计划 有预谋的谋杀案 谋杀案调查 首要不就是 找人际关系 看谁最有嫌疑吗 嗯 您说的对 我看你这几年啊 当上大队长后 案子也不需要 自己直接办了 办公室做久了 职业技能退化 行了 我也不拿你开涮 我再给你个建议 你去找炎良 找炎良 嗯 可我不知道 他会不会管 他一定会的 首先你告诉他 死者是浙大毕业 嫌疑人曾是浙大老师 都是他的校友 其次 你带我转达一句话 查这起案子 他比你更适合 不光职业技能上 其他方面 他也比你更适合 为什么 他又不是警察 以你的级别 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真相 需要你自己去找 还有一句嘱咐 不要告诉其他人 我对这案子感兴趣 赵铁民 目瞪口呆地望着高洞 显然领导掌握的信息 远比他这位调查组组长多得多 竟然敢肯定 炎良会参与调查 这位炎良 过去是省厅的刑侦专家 后来因一次严重违纪事件 离开了警察队伍 到了浙大当数学系教授 基本不过问警方的事 这几年下来 赵铁民找过他几次 帮忙研究案子 有些案子他参与了 有些案子他拒绝了 似乎全凭他的心情 赵铁民拿捏不准 他会参与破案的标准是什么 赵铁民感到这案子 愈发扑朔迷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